憤怒扯下疫情指揮官 陳時中的人心看板 計程車工會召集上百位問獎 找上疾管署抗議 痛批指揮中心無能 害他們生計出現問題 以我計程車來講 現在我們的司機的收入 剩下不到四分之一 因為沒有人敢搭車 沒有人肯出來 難道這就是我們政府 要說的與病毒共存的結果嗎 疫情期間 計程車司機出門載客 得承擔染疫風險 但想要買快篩劑 又是遺技難求 導致無法提供陰性證明 給乘客看 生意也受影響 要上工的時候 需要PCR的陽性 那會請交通部來研議這個問題 工會提出希望以篩代格 保障司機跟乘客雙方的安全 但一星期上工五天 每天快篩就要五百塊 負擔還不小 更何況現在可能是有錢 也買不到 面對問獎們的怒火 交通部表示正在研擬解決方式 只是計程車司機的生計危機 迫在眉睫 已經快要等不下去 近新聞 蔡如 採訪報導 報告 升降機 粉絲機 水